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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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了 你看 在我们的子宫的肌肉层里面 有好多的子宫内膜涨到这里面去了 这就要子宫的腺疾病 这两个病呢 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子宫内膜 是吧 那正常情况下大家不想一个问题吗 我们在生理里面讲过 为什么会来月经 就是因为子宫内膜萎缩坏死了 然后开始剥脱 形成了月经 那一般来说 坏死的子宫内膜肯定就不具备我们讲到的这两个病的特点了 对吧 因为坏死的子宫内膜只能是在重力的作用下 哎 往低处流就出来了 是吧 那这两个病呢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它们放在一起啊 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具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 都是具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 也就意味着这两个子宫内膜都没死啊 都没死 都是活的 所以它才有这个本事 跑到哪就在哪长 对吧 既然它是活呢 那这两个病的典型特点呢 我们就可以用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 两种非常有名的两种战争来形容它啊 有一种战争就是 我打得过你 我就打 我打不过你 我到处跑 那叫什么战啊 对 叫铁道游击战 是吧 顺着我们的这个铁道路线或者怎么样 到处跑 对吧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游击的语言可厉害了 是不是 对吧 第二种呢 就是说 我倒不跑 我家家户户都把这个房子啊 往地下面给它挖通 然后把家家户户都给它挖通了以后 形成的叫什么战呢 叫地道战 所以呢 子宫内膜异味症和子宫陷疾病 一个是游击战 一个就是地道战 你看 这多形象 是吧 我们一说 大家就记住了 那好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 首先来看游击战 子宫内膜异味症 今天呢 子宫内膜异味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讲 概念 病因 病理 临朝表现 诊断 见面诊断和处理 首先 概念 那 概念里面就提到了 子宫内膜意味着简称叫内医症 它提到了具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 就意味着这个子宫内膜肯定是没死 子宫内膜的组织呢 线体和间质 出现在了子宫腔以外的身体的其他部分 就是说它跑走了以后 它还没出去 那最常累积在哪呢 你想一想嘛 从树暖馆出来以后 最第一个看到的器官就是暖潮 暖潮血宫友好 是吧 所以首先累积的就是暖潮 暖潮又很小 431 如果扒不住的话 它就会掉到了我们盆腹腔最低的位置 什么位置呢 大家来看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直肠子宫腔 对吧 累积到我们盆腹腔的位置 累积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直肠子宫腔 那累积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女性就会有直肠的一系列的症状就出来了 什么累积厚重啊 性交痛啊等等就出来了 还有累积到宫颈人呆 宫底人呆 那就是子宫后面 宫底人呆 所以它最常累积的部位呢 一个暖潮 一个就是直肠子宫腔 子宫内膜异胃症呢 虽然是一个良性疾病 它不是恶性肿瘤 但是呢 它也有恶性行为 你看它这到处乱跑的劲儿 肯定就有恶性行为了 有清晰性和复发性 那也就意味着我把它摘完了 它还会怎么样 还会再长 所以有清晰性和复发性 病医呢 不明 主要的学说有子宫内膜种植学说 它就像一个种子一样 到处跑 我们有的病例老师把它形容成 结合它的临床表现 把它形成成那种带刺的那种 带刺的那种植物种子 就是那种种子 我不知道大家各有这种爬山的时候的经历 有的时候爬山以后下山以后 发现身上粘了好多那种带刺的那种植物种子 它就是利用这种原理 把自己播种到处去 所以这个子宫内膜异味症呢 就有点类似于这种种植学说 种植学说 对于子宫内膜异味症来说 它的病理分为聚简和这个禁简 主要是聚简 聚简就是说我们通过体真呢 能发现子宫内膜呢 如果说累积到了我们的暖巢 就形成了这种囊种性的 这种呢主要就是暖巢子宫内膜的意味囊种 那这种呢 为什么又叫草克力囊种呢 看这张图片一看就知道它为什么叫草克力囊种了 对吧 把这个囊种打开 里面呢像这种液体巧克力一样 柏油状的啊这种液体 所以我们也把它简称叫巧囊 这几年呢一般不太说巧囊 因为一说巧囊太典型了 一听就知道是什么 所以现在一般都说这个名字 又长又不好记 暖巢子宫内膜意味囊种 那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一定要把它与暖巢肿瘤相间别 暖巢肿瘤 我们前面讲过 那暖巢还有一大类叫流氧病变 炎症引起的脑种 对吧 这个葡萄胎引起的黄素化囊种 对吧 还有子宫内膜意味着引起的异味囊种 这些呢都是暖巢的流氧病变 但它并不是暖巢肿瘤 并不是暖巢肿瘤 那除了会累积到我们的暖巢以外 那我们还说到了 它会累积到职场子宫腺 你看这张图就非常明显 整个这个盆腔就被它毁了 本来盆腔应该干干净净的 但粉色的 里面有少量的液体 对吧 少量的液体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很漂亮的 你现在看这整个的盆腔里面 都血糊糊的 精血都跑到盆腹腔里面来了 真的是挺难看的 所以子宫内膜意味症的治疗 一定要尽早治疗 因为这些触痛节节 它是不可能自己消失的 所以拖的时间越长 它累积的部位越多 症状就越明显 而且呢 我们就是以后做手术 想把它摘干净也不太容易 而且你想一想 干干净净的盆腔搞成这个样子 也蛮难看的 对吧 那这张图不知道大家看得懂 这是子宫 这是后面的怎么样 职场 那这个位置就是 子宫职场线 那你看到了 由于重力的作用 大量的精血都累积在这 它累积在这以后 它还没死啊 然后真是死了 那多多少少 盆腔还有多少 有点吸收能力 是吧 它又不死 所以它就在这继续找 对吧 累积到供给人的 职场子宫线啊 对吧 好 甚至于临近器官 都会被它累积 它的典型临床表现 痛经 我为什么把它形容成那种小刺球 就这个原因 它并不是说累积到盆腹腔 正常情况下 累积到盆腹腔 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的话 这个女性未必会发现 但是呢 它就像一个个的小刺球一样 它到哪 它就在哪痛 所以就会形成非常严重的痛经 甚至于慢性的盆腔痛 就整个盆腔里面找了有 都会痛 这种痛经呢 不是原发性的 一般原发性的痛经没有 没有气质性的病变存在 一般呢 都是自己发性的痛经 而且沉浸性性的加重 就是拖的时间越长 痛的越厉害 这个女性越来越不能难受 越来越不能难受 那当然了 子宫内膜异胃症的临床表现呢 是因人而异的 也根据它的累积不为不同 它的临床表现也不一样 所以每个女性表现为哪个地方疼的表现 也不一样的 第二个呢 就是子宫内膜异胃症 最容易导致什么呢 不孕 你看它这个不孕率非常高 40%到50% 反过来 我们有些女性就是来看不孕症的 她未必子宫内膜异胃症的症状重 但是呢 她不能缓孕 她来检查不孕症的时候 我们反过来发现 不孕症患者中有30% 都是合并有子宫内膜异胃症的 对吧 所以子宫内膜异胃症呢 一定要治疗 要不然的话很难缓孕 但反过来子宫内膜异胃症 这个病也很有意思 如果你能缓孕的话 子宫内膜异胃症 它就自然就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子宫内膜异胃症 就是来月经嘛 来月经以后 这个具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 到处跑嘛 是不是啊 对吧 你一旦怀孕了 那怀孕了 那怀孕了就停经了嘛 对吧 你一停经 那子宫内膜异胃症呢 就不会再有进行性的一个加重了 是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注意了啊 它的一个临床表现是不孕 对吧 另外呢还有性交痛 为什么呢 就是说性行为的时候啊 那种触痛节节一碰到了 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性交痛 好 体征 子宫内膜异胃症除了有 如果我们刚才讲到了激发性痛精 沉浸性性加重呢 我们做复检的时候啊 能发现子宫后卫 而且被固定住了 对吧 在直肠子宫腺咬这儿 宫底刃带这儿 可以触及非常明显的触痛节节 一般呢 做三合诊的时候非常明显啊 你看这个检查者一个手指在in down里面 一个手指插到这个直肠里面去了 这样的话 两个手指一进来 就把什么位置夹在两指之间呢 就把我们的直肠子宫腺咬 对吧 这个手指在in down里面嘛 这个手指在直肠里面嘛 所以就把直肠子宫腺咬 夹在两指之间 你把这两个手指一合 就夹到了我们这个 直肠子宫腺咬腺咬里面的触痛节节 有的女性就哇了一声惨叫 是吧 所以就会在我们的in down后窮龙 和直肠子宫腺咬这儿 可以触及到这种痛性节节 痛性节节 所以三合诊的时候呢 诊断基本上比较明确 三合诊的时候诊断就比较明确 这是我们的典型临床表现 典型的体症 触痛性节节 所以她的诊断并不难 通过临床表现和体症 就能够诊断 那我们除了诊断以外 还有腹肢学检查 对吧 临床表现 激发性痛经 沉浸性性加重 而且呢 一般呢给的女性年龄都比较轻 又不孕症 又不孕症 然后又会说到她有液晶失调啊 对吧 又性交痛 查体呢 那一个 我们能摸到 暖巢子宫内膜 异胃囊肿 就是乔囊 对吧 子宫后卫 而且呢做三合诊的时候 能触及到触动节节 痛性节节 辅助学检查呢 对于子宫内膜异胃症来说 有两项检查必须要掌握 对吧 那如果要确诊 不仅能诊断 是诊断的经标准 同时还能起到治疗作用呢 那肯定就是腹脏镜 但是腹脏镜呢 我们在前面异胃认生呢 讲过她 对吧 她虽然能诊断 但是呢 她必定是有创手术 你不能一个门诊病人 有一个激发性痛经来了 你就给她做腹脏镜 是吧 所以首先呢 还要先来排除一下 这是一个无创的检查 B超 B超能看到 对吧 另外呢 这个子宫内膜异胃症 虽然不是恶性疾病 但是它有轻视性和这个 复发性 所以它会引起一个肿瘤标志5 CA25的增高 但它并不是恶性肿瘤 所以CA25一般呢 会说到它 但是呢 不超过100 都会给什么 70多啊 82多啊 60多 对吧 你一看就知道没有超过100 那对于子宫内膜异胃症 考试如果考到腹脏镜的话 很多同学说记不住 我教大家一个记忆技巧 还记得吗 在我们的产科里面 有一个病叫异胃人神 对吧 这个病呢 叫子宫内膜异胃症 你看到没有 这两个病有个共同的特点 都带两个字 异胃 对吧 只要一提异胃 那就意味着 从空腔一出去 你要说异胃 那无外乎就是盆腔 你要想看盆腔 那就只有一个检查 什么呢 腹腔镜 腹腔镜的目的 就是为了去看我们的盆腹腔情况的 对吧 所以腹腔镜是用于我们 盆腹腔里面 不明原因的一些腹痛啊 或出血啊 见面等断是吧 当然了 大量出血是不行的啊 你们有很多血液的时候 我们是看不清楚的 对吧 不明原因的疼痛啊 对吧 做健胃诊断的 所以子宫内膜 意味着 它没有大量的内出血 所以呢 是腹腔镜诊断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指标 没有什么禁忌症 但是意味人身就不一样了 意味人身的早期没有大量的内出血的时候可以 但一旦有了大量的内出血 有了是血型休克的时候就禁忌 但是在这记你就很好记了 哎 我整个腹展科就这么两个异味啊 这两个异味都会首选啊 腹腔镜 或者说都会以腹腔镜作为它诊断的精标准啊 嗯 这是我们讲到的腹腔镜 既然在这提到了腹腔镜呢 那我顺带的把几个镜子都一把 我们在这总结一下 一个是腹腔镜 对吧 还有个是谁呢 是公腔镜 大家还有印象吗 对吧 还有一个呢 阴道镜 这三个镜子分别看什么的啊 腹腔镜腹腔镜啊 外科医生也用 我们腹展科医生也用 他主要就是看盆腹腔的 对吧 那公腔镜公腔镜呢 就是看公腔的 所以呢 像这个不孕症 对吧 了解公腔情况 起功内膜癌 对吧 包括公血那都提到了公腔镜 对吧 那阴道镜阴道镜看什么的呢 有同学马上就解了 阴道镜看阴道的 有什么好看的啊 阴道颜也不需要通过阴道镜来诊断 阴道镜想一想我们在哪儿讲的啊 我们在子宫颈癌那儿讲的 所以阴道镜目的是为了看公颈的啊 目的为了看公颈的啊 所以这三个镜子呢 不仅要掌握 你还得知道在什么时候用啊 在什么时候用 它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策略 如果大量出血的时候 都是用不了的 你比如说公腔镜插进去 满公腔都是血的时候 你插进去看什么样 腹腔镜也是这样 如果有大量的内出血 满盆腹腔都是血液的时候 你也别做 一般阴道镜不至于啊 不可能阴道里有大量的血液 能吞吸得住的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讲到了子宫内膜异胃症的诊断 然后腹腔镜 你看这张图片就 呃非常干净啊 它里面没有内出血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你看在我们的彭腹腔 很多器官上面 有这种你看黑色的 红色的 黑红色的这种结结 这就是触通结结 非常清楚 它不仅能诊断 还能同时起到什么作用呢 质量 要把这些触通性结结 都给它怎么样 摘了 摘了 健病诊断 第一个 要有暖潮的恶性肿瘤 因为我们的子宫内膜异胃症 也有异胃囊肿嘛 对吧 第二个 盆腔炎性 那盆腔炎性疾病也有暖潮数量管 脑肿 是吧 这个地方都要做健病诊断 还有一个病 子宫腺疾病 这个病为什么跟我们的子宫内膜异胃症 放在一起啊 第一个 它们都是具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 第二个 它们有共同的临床表现 也就是说 子宫腺疾病也有激发性的痛症 沉浸性性的一个加重 沉浸性性的一个加重 那你看 子宫内膜异胃症和子宫腺疾病 放在一起每年分子也不低啊 两个病最起码考两分 我们来看看这两道题 女性31岁 取还后10天 发热3天 取还了 说明有宫内操作 现在怎么了 发热 那就说明有感染嘛 是吧 那体温 328度6高热 对吧 脉部还可以 呼吸还可以 血还还凑合 宫颈举痛 阳性 子宫有牙痛 啊 然后右侧腹间区触及 像纳肠一样的宠物 这不明显是水肿吗 触痛比较明显 活动性差 那各位来看一看啊 这道题 宫颈宫颈痛 子宫子宫痛 腹间区腹间区痛 前期还有手术导致的感染 那这肯定就是炎症了嘛 这不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地方说到的要与盆腔炎症进行渐变吗 是吧 所以第一道题的诊断应该是炎症 来看看ABCD里面哪一个是炎症 C 所以第一题的诊解答案是C 第二题 女性31岁 婚后两年未孕 性生活正常 既往痛经已经有5年了 对吧 检查发现子宫是后屈尾的正常大小 活动性差 后穷龙症有触痛 解解 对吧 子宫的左侧触及到一个5厘米的一个包块 这就是我们子宫内膜移位的一个囊种 是吧 那它的诊断应该也就出来了吧 子宫内膜移位症 那这道题就是非常典型的 把子宫内膜移位症与盆腔的沿性包块 进行一个怎么样 最后 治疗 对于子宫内膜移位症来说 很多女性之所以到医院去无外乎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忍受不了的痛劲 还有一个就是不能怀孕 对吧 所以我们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来解决 对吧 第一个 要减轻和控制疼痛 第二个呢 就治疗不孕症促进生育 第三个 我刚才说了 这些触痛节节一旦形成了以后 它是不可能自如自然消除的 我可以让你以后不再痛 但是已经形成了触痛节节 它是不会消除的 所以我们要去除怎么样病灶 另外 这个病呢 除了有轻视性以外 它有复发性 所以一定要预防它的一个怎么样复发 它的治疗又分为保守性的和根治性的 那根治性的 那就是彻底的一劳永逸的给你解决了 那除非针对的就是没有生育要求的 是吧 一般有生育要求的 我们一般都是保守性的一个治疗 对吧 那第一个 气带疗法 有的女性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痛经 对吧 或者是净绝经了 快绝经的女性 麻烦痛经就结束了 是吧 就是这个月经就结束了 另外她也不要生孩子了 所以呢 一般来说这种呢 就可以用一些非载体类的抗炎药 气带疗法 第二块呢 就是药物治疗 这一块药物治疗呢 主要是针对这种痛经非常明显的 对吧 没有生育要求的 也没有异味囊种的 看清楚 没有异味囊种 因为有这种异味囊种 它是消不掉的 那这几类药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让你不来越紧 别来越紧了 第一个 促性腺激素 释放激素的激动静 或者是高效的一个孕疾素 就是用避孕药 对吧 叫假孕疗法 对吧 或者是直接口服避孕药物 米肥子痛都可以 就让你根本就不来越紧 对吧 吃避孕药物 倒不是不让你来越紧 而是呢 促进子宫内膜的萎缩 坏死啊 就不会有这种 具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出现了 对吧 这些呢 都只能是针对 有痛经的 没有生育要求的 也没有异味囊种的 那如果说已经形成一味囊种的 或者说散二怀孕的女性 那就需要通过手术治疗 那手术治疗 目前做的最多的就是腹脏精了 腹脏精确诊 同时进行把触动结结摘除 所以你看 现在在医院里治疗子宫内膜 一味的主要就是腹脏精 那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几个医生 对吧 都没有一个人拿眼睛看着患者 都是在看着这边的怎么样 屏幕 这就是典型的腹脏精手术 腹脏精手术又是微创手术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干净 没有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图片 这个手术切口血乎乎的 对吧 开放开腹手术不多 因为这个女性后期还生孩子 一般开腹手术不多 都是腹脏精 好我们来看这道题 33岁妇女婚后7年未孕 你一看不孕 对吧 又有痛经 这基本上诊断不难 对吧 而且这个痛经逐年加重 就是激发性痛经 成静性性加重 又找到了触痛结解 黄动药的结解两个 然后呢 右侧附件又有一个 5×6厘米的一个包块 这个包块是什么 大家也应该知道 意味囊种 对吧 此时最有效的确诊方法 那你首先要把诊断给我 这是什么呀 子宫内膜怎么样 意味诊 叫内异症 既然你知道是内异症 那内异症最有效的确诊办法 那肯定就是腹腔镜 去找腹腔镜 对吧 腹腔镜 加阻止病例检查 所以正确答案是低 有同学老师 这不有B超吗 怎么不能选它 B超是重要的检查方法 不错 但是它起不到一个确诊 B超 除了在产科有确诊意外 一般在妇科 能靠它确诊的疾病 并不是太多 并不是太多 很多时候 可能我们需要 比如说 涉及到两恶性疾病的时候 都要用病例 对吧 另外一个病 子宫腺疾病 这个呢 就不是游击站了 这个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地道站了 好 我们首先来看 概念和病因 那同样是 具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 它倒不跑 它侵犯到子宫的冷酿基层 所以到子宫基层更重要高 引起这种弥漫性的一个生长 它的发病机制呢 与子宫内膜意味着不同 具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 所以西医就这个特点 都是对症处理 它基本上病因学研究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那这个病最糟糕的一件事 不像我们子宫内膜意味着 对吧 你手术治疗只是把初痛姐姐摘了 以后还是主要靠药物治疗 就因为这个病会复发嘛 但是子宫腺疾病就很糟糕 它对药物治疗的反应性很差 那基本上意思也就是告诉你 药物治疗无效 那药物治疗无效痛的受不了 那就只有怎么样 手术治疗 第二个病理特征 那既然都往子宫基层长 那一般呢 多是均匀性的一个增大 把这个子宫长得你看 像球一样的 但一般来说 不超过妊娠12周的妊娠子宫大小 那各位想一想 子宫一旦占成这样以后 它向前会压迫谁 膀胱 向后会刺激谁 脂肠 当然了 也有少数的这种陷积平成局限性的 那就形成了这种子宫的陷积流 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个小流子 那就不是均匀的增大了 临床表现 你看啊 多数患者呢 就是3D的患者无症状 我就不管了 但考试一般考的都是典型的 激发性痛经 沉浸性加重呢 跟谁是一样的 跟内疑症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病 从临床表现上来看 它们俩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病 一定要做间别诊断 18年是把子宫内膜异微症 跟这个盆腔炎症做间别 往年一般B型体都是把子宫内膜异微症 和子宫腺疾病所间别 对吧 它们俩呢 体征上是不一样的 子宫内膜异微症有触痛结结 子宫腺疾病没有触痛结结 有的是子宫的均匀增大 或者是局限性的隆起 它没有触痛结结 对吧 好 我们来看子宫内膜异微症的诊断 一样的啊 套路 临床表现 体征 这些都是我们的体干 对吧 我们来看 临床表现 激发性痛经 呈进行性的怎么样 加重 体征 子宫均匀增大 一般不超过12周大小 它的辅助血检查 就不首选这个腹腔筋了 因为没有触痛结结嘛 它的首选辅助血检查 就是B超 B超就能看到子宫是增大的嘛 而且呢 弥漫性的这种增后 都能看得见 CA25也会增加 但是也不超过一般 而且一般呢 手术后 CA25自然就降下来了 那对于子宫陷疾病来说 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 能够根治的药物 也就意味着药物治疗无效 那什么人做手术呢 那就要取决于这个痛经的程度了 对吧 也取决于这个女性的 有没有生育要求了啊 如果痛的真的是受不了 那症状严重 年龄也比较大的 没有生育要求的 对吧 药物治疗无效的 他也无法忍受这个痛经的 那我们就做子宫的切除术 全子宫的切除术 各位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整个妇科呢 经常会涉及到手术 很多同学呢 想当然的就带上了 叫子宫附件的切除术 我问大家 子宫附件的切除术 和子宫的切除术 是不是一样的 那差别可大了 带上附件 就把暖巢切掉 我们整个妇展科 在整个教学里面 只有两个病 是把暖巢附件要切走的 一个就是暖巢癌 那不要讲了 那肯定要动暖巢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子宫内膜癌 子宫内膜癌呢 如果分期 达到这个1B7的时候 我们也会带上这个附件 双侧附件都切除了 但是除此以外 我们一般都只动子宫 不要说随手 就把别人的附件也带走了 做题目的时候 更不能随手带上附件两个字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 48岁 G2PC 那你一般他都会说 这个女性生过孩子了 对吧 渐进性的痛进 激发性的痛进 60 对吧 尽量逐渐增多3年 插体 子宫如妊娠 12度大小 活动受险 药物治疗 无缓解 最佳的手术治疗方案 有同学 想当然就把附件带上了 这里面所有带附件的 肯定都是错误的 对吧 所以这些男人应该是谁啊 C 我同学说 什么叫改良管翻型的 一般这种改广 都是肿瘤才会做的 还会切除部分的阴道 我们这种良性疾病嘛 它总体来说是良性疾病 虽然会引起CL 或增高 但它达不上恶性肿瘤的标准 所以只切子宫 所以正解答案是CL 全子宫切除数 好 到这儿呢 我们子宫内膜移位症 和子宫腺疾病 就全部讲完了 最后呢 本章总结 其实这两个病呢 每年都会考2分 每年都会考2分 难不难呢 我个人认为真的不难 它们俩一个是游击症 一个是地道症 是吧 它们俩为什么放在一起 第一是具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 第二 它们俩有共同的临床表现 激发性的痛症 呈进行性的加重 所以你只要一看到这种 进行性的痛症 或者激发性的痛症 你就知道了 不是子宫内膜移位症 就是子宫腺疾病 这两个病要做区别太简单了 子宫内膜移位症 会有不孕吗 是不是啊 所以一般给的都是年龄轻的 都会告诉你这个女性不能怀孕 而子宫腺疾病呢 最后的治疗方案 只有通过什么来治疗呢 切除子宫 所以它一般给的都是年龄大的 然后给的呢 都是生过孩子的 然后都明确告诉你 要无治疗无效的 所以在妇科呢 我从炎症开始 到肿瘤 对吧 到我们的这个 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对吧 我都一直给你们强调一件事 妇科年龄最重要 产科 孕周最重要 因为年龄能帮助我们 一做诊断 你像那个无排暖心工学 是吧 十几岁的小姑娘 不规则阴道流血 那肯定不会是肿瘤的 那就只有一个病 无排暖心工学 对吧 也不会抗你有排暖心工学 所以年龄就能帮你做诊断 第二个 我们的很多的手术方式 就是年龄决定的 对吧 你年龄轻的 你一定要考虑替它保留 最起码 先要替它考虑保留生育能力 保不住生育能力 你要考虑替它保留 内分泌能力 对吧 如果年龄大的 我们才考虑说 切子宫 是吧 所以妇科体一定要重视年龄 好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再来 它们之所以放在一起 是由于自发性的痛经 成进行性的压重 那子宫内膜异胃症呢 有激战 有激战 有触痛结结 盆腹腔里面 你看 一看图就看出来 触痛结结 而子宫陷阱病呢 地道战 子宫的均匀增打 一般不超过人身 十二度大小 你看它盆腔里面干干净净的 是吧 所以这种女性 是不要做腹腔镜的 她的腹脂血检查 地上 子宫陷阱病的腹脂血检查 腹腔镜 最后治疗 腹腔镜 加药物治疗 腹腔镜是手术 你不能说 每个月来过月经 都去做腹腔镜 是吧 你也不能说一年做一次 所以腹腔镜 把触痛结结摘完了以后 我们还是要通过药物 防止子宫内膜 再到肚腔里面去 对吧 那一般来说 先把不孕症就好 然后让她赶紧怀孕 对吧 如果怀孕以后 还有这样的症状 那我们也可以上 宫内节育器 有一种含孕激素的 宫内节育器 能促进 子宫内膜的萎缩 坏死 那么也就起到了 一个治疗的作用 或者是通过腰物治疗 而子宫陷疾病呢 就没什么好办法了 对吧 那没有生育的要求的 我们就直接切子宫 可没有说带腹腱 腹腱切不切 取决于腹腱有没有病 好 到这儿呢 我们的子宫内膜异胃症 和子宫陷疾病 就讲完了 下面呢 这个小病 叫盆底功能障碍性 及伸致器官损伤子病 名字很长 其实只考一个病 谁呢 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出什么问题了 子宫本来应该在这儿 是不是 前面是膀胱 后面是肢肠 这是子宫 对吧 子宫本来是一个中心位置 现在你们看看子宫在哪儿 子宫出来了 在下面 是吧 都是肠子 把它堆出来了 重力的作用出去了 所以呢 这个章节 其实就讲一个病 子宫脱垂 这个病呢 往年总会考一份 我个人认为 这一份都是送来家的 都是送来家的 对吧 这一份 不送白不送 复科就这样 每个章节 一个病就一分 两个病两分 对吧 三个病三分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雨露均展 所以整个的复产科学完了以后 你就应该知道分点在哪儿 分点肯定都在病的身上 但是产科呢 你光学病 不学正常产科 那子宫脱垂 子宫脱垂的定义呢 就是子宫 从正常位置沿着阴道下降 我们的宫颈外口 降到了坐骨极平面一下 坐骨极是我们的中骨半平面 降到了坐骨极平面一下 同时说 老师宫颈的位置 底下还有7到9厘米的阴道呢 所以 宫颈的位置 一般都在中骨半平面这儿 那么 甚至于整个子宫 全部脱出到阴道口外 整个阴道外翻 这种情况就叫子宫脱垂 原来呢 我们一般说 子宫脱垂最多见的原因 是多产 但是中国现在也没有多产 所以呢 子宫脱垂这个病呢 最多见的一个原因 现在是分娩的损伤 分娩的损伤 都不是月子没做好 有同时说 老师是不是月子没做好 你月子接 现在女性又不 没有什么重体力劳动 对吧 同时说 老师是不是要卧床 站立位是不是就不容易 导致子宫脱垂 你的骨盆滴组织没那么脆弱 所以呢 做月子 不会导致子宫脱垂的 一般都是分娩的损伤 分娩的损伤 那子宫脱垂呢 传统是分为三度 这个知识呢 其实在我们的第九版教材里面 已经完全淘汰了 所以它还会用多久 真的很难说 各位 赶紧的把这些意识考过了 以后我的知识更新 就跟你没关死了 是吧 你要不过 今天你好容易踢冷了 你记住了 说不定到明年 它就成为你的负担 因为明年 有可能标准就改掉了 因为这个标准 现在在临床上 基本上不用了 新标准比这复杂多了 你看到了 目前推荐用的是 POP-Q分类法 很麻烦的 分成了0到4度 对吧 这个就很麻烦了 原来的标准比较简单 分为1度 2度和3度 1度呢 没出来 你看 它虽然分为轻型和重型 轻型呢 距离处理膜边缘 小于4厘米 对吧 重型已经到了处理膜边缘 阴道口这能看到公颈了 但是出没出来呢 没 完全没出阴道 2度 公颈出来了 2度轻 公颈出来了 2度重 公颈和部分公体出来了 所以2度出来了 但它又没有完全出来 叫煤完全出来 3度呢 全出来了 公颈公体全部脱出来了 我们在考试的过程中 考的最多的是谁 2度重 如果说放大范围 考的最多的就是2度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考嘴公脱水都会考 能看到一部分 比如说看到公颈 那就2度重 看到公颈和部分公体 2度重 对吧 来 这个地方图就是我们的 这是正常的嘴公位置 你看这个公颈的位置 还是挺高的 在坐骨肌这个位置 对吧 坐骨肌以上 1度脱垂 你看跟它比 位置明显的怎么样 下来了 降下来了 但是它出没出来呢 没 2度的时候你看这张图 公颈出来了吧 对吧 3度的时候你看 全出去了 是吧 这是临床分度 临床分度考的并不多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张图 就是最严重的嘴公脱垂了 3度 所以 江老师讲多少遍 都不如你看一遍 来的印象深刻 1度呢 多无症状 2度 3度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有那种 坠坠的感觉 所以女性 其实也 也满受罪的 很多女性呢 老是觉得 有那种坠坠的感觉 很多女性都无认为 自己有盆腔炎 老是把它当盆腔炎 只知了很久 对吧 发现 这个盆腔里面 没什么子业 对吧 也不发烧 什么都没有 对吧 现在我们后来才发现 很多女性呢 都是由于分娩的时候 导致骨盆体的损伤 或者是产后呢 骨盆体组织没有充分 很好的一个恢复 导致着呢 出现了这种 有一定程度 有一定程度的子宫脱垂 但是呢 又没多严重 也不是说都完全出来了 所以就会有这种 不舒服的感觉 有的女性 表现为尿湿精 对吧 表现为尿湿精的一个表现 那么 现在呢 我们呢 就是很多医院的产科 现在有专门的这个门诊 就是骨盆体组织的检查的 这样的一个门诊 或者是放在 有的医院是放在康复科 有的医院是放在复科 那不管在哪个科 有人关注你 有人治疗 肯定是好事 那子宫脱垂这个病呢 我们在参加 复展科年会的时候 很多主人都说 他叫农村包围城市 为什么呢 很多的美容医院 或者是按摩医院 发现了伤子 说 哎呀 帮助你产后付久 是吧 什么帮助你把骨盆 念得更完美 什么帮助你把骨盆 再回到你飞 你说骨盆 这个东西变化不大的 其实它是锻炼的 那是骨盆底 对吧 你说体检 健身房里面 有一些能帮助你吧 我觉得还能理解 结果很多美容院里面 说通过什么仪器 帮助你按摩 能帮助你恢复 这不是骗人的吗 而且收费非常高 有的女性 花上万块钱 去纠正这个问题 其实治疗效果非常差 后来 我们医院里面 越来越多的主任 关注女性的生活质量 这个问题 发现根本也不是盆墙炎症 对吧 发现后来我们去评估 这个骨盆底的组织 比较松弛 那么出现了这种 子宫脱垂的前期 比较隐性的一些指标 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各位有症状 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解决 那这个里面二度 三度 你看到了 这一张图就是非常严重的子宫脱垂 整个 有同学老师 子宫长这样吗 看不到子宫的好吧 这是阴道外翻 阴道外翻 特别多见于老年女性 这么严重的子宫脱垂 一般都是老年女性 你看她整个 你看阴道上面的横行皱壁都没有了 而且你看 翻出来了以后 阴道是碾膜 你看长期外翻 容易导致激发感染 你看整个这个宫颈啊 阴道的这个笔啊 严正的表现啊 很糟糕 这张图让你们看这么长时间 有点对不起你们 我应该翻译也在讲的 第四个是诊断 诊断不难 一般在有病史啊 对吧 比如说有多产的病史啊 或者是分别损伤的病史啊 然后呢 再说到有增加抚养 对吧 这个女性长期咳嗽 慢性咳嗽 或者打个喷嚏 咳嗽 这个有种物质 阴道内脱垂 那基本上就能诊断了 主要是呢 不仅要确诊 还要对它进行一个分度 治疗呢 就取决于它的症状了 对吧 没有症状呢 就可以不需要治疗 那么有症状呢 我们也可以分为 保守和手术治疗 保守治疗呢 基本上就用子宫脱 就是有这么个东西啊 像一个小尖塔一样 把它放到这个阴道里面 脱住宫颈的位置 这个呢 一般是白天放 因为白天你站立位嘛 把它拖着 晚上呢把它取出来消毒 然后洗干净 放那备用 早上再放 不能长期老 放在这儿 长期老放在这儿 压迫宫颈啊 容易导致宫颈有病例改变 第三种呢 就是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呢 也取决于你要不要保留手术 保留子宫 那一般年龄较大的女性啊 我们这几年考这个题目 就注意了 那所以呢 子宫脱垂的治疗方式 这就取决于他的什么呢 取决于他的年龄 年龄轻的做慢食手术 慢食手术的全程很长 阴道前后比修部 主刃带缩短 和宫颈的部分切除术 那大家来看看 这就是我当时给大家讲解剖的时候 我说了嘛 什么刃带最重要 主刃带 把主刃带一缩短 整个内生日期的位置就起来了 对吧 这是保留 保留我们的内 这个内生日期的手术 如果不保留 直接进一档 全子宫切除 这种呢就适用于 哎 年龄较大的 不要求保留子宫的患者 对吧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 你看18年 总有这种容易的题 送分 56岁 祭祀品啊 怀四次 生了两个孩子 绝今五年了 阴道有种物 脱出四年了 脱出的东西 增大有三个月 都不能自行回缩了 就回不去了 本来呢 你用手推一下 还能回得去 或者说平躺能回得去 它不能自行回缩了 并伴随了 排尿的困难了 腹检呢 发现宫颈和部分宫体 脱出来了 那宫颈和部分宫体 那就是二度种 对吧 别的复科超生 和泌尿系统的超生 都没有发现 别的有异常 那诊断出来了 子宫脱垂 二度种 那适宜的处理方式 结合它的年龄 已经都绝经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做全子宫的切除术 对吧 所以证据答案 哪个里面有全子宫的切除 必 喷底修复 即全子宫切除 好 到这儿呢 我们的子宫脱垂和我们 子宫脱垂 就给大家讲解完了 这都是小病 我们就连着讲了 那接下来这个章节呢 是不孕症和辅助生日技术 这个章节每一年 你看嘛 两个嘛 鱼 一般不孕症那考一分 辅助生日技术那考一分 就算不孕症不考 辅助生日技术每年 必有一分 这一分在谁的身上呢 使管婴儿 使管婴儿之父 获得诺布尔奖 这件事到底对人类来说 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于不能生孩子的单个家庭来说 这绝对是好事 有助于我们家庭的这个和谐和稳定性 是吧 因为真的这个家庭不能生孩子 很多家庭真的有可能会解体 对吧 解体的家庭总是不安定因素 是吧 促进这个每个不能生育的家庭 的确给一些不能生育的家庭 解决了问题 但是大家也应该知道 人类嘛 作为生物 它是一个优胜劣汰的 那是管婴儿 那么这种孩子 它必定是人工孕育出来的 也进入到我们整个人类大的 这个整个的 这个染色体的这个谱里面来 以后 到底 它对于人类的一个发展来说 是好事坏事 那这个就不好说了 因为必定使管婴儿研究出来 也就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对吧 我们呢 就在前几年吧 去年吧 还是前年 说世界上第一个使管婴儿 终于他自己也做父亲了 然后呢 他的孩子是自然受孕的 自然受孕的 那我们就要追踪这个标本嘛 看看他的情况 对吧 现在人类呢 越来越有敬畏之心了 你看我们 就讲到了这个 随意修改染色体的问题 对吧 前一段时间 中国出了这件事 对吧 不是什么先进的事 是一件丑闻 是不是 对吧 他随意的修改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女孩的这个染色体 目的是为了预防艾滋病的 对吧 但是这个染色体 能不能随便的去修改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不是这个技术构先进 早都可以了 是伦理不允许 对吧 而这个孩子又最终会进入到 我们人类的大的这个染色体的 这个基因池里面去 到底对人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我个人认为 PT那个标本量很少 单个的 一定要及时制止 如果所有科学家都像他这样子 那这个影响就大了 但是对于这一对双胞胎女孩来说 我就觉得 挺悲惨的 他就成了一对标本 是吧 所以呢 辅助生育技术呢 我们在历年真体中 除了考技术以外 有一个知识是必考的 他的伦理 他的伦理 伦理学老师是一定要讲 辅助生育技术的伦理要求的 好 我们来看 第一个 不孕症 不孕症的概念分类 不孕症的原因 不孕症的检查诊断 以及通过辅助生育技术来治疗不孕症 第一个 不孕症的概念啊 这几年考的少了 原来经常考 不孕症的概念 现在是要求夫妻同居在一起 一年时间 就是住在一起 必须住在一起 比如说两地分居 那就不算 必须住在一起 一年时间 有正常性生活 而且没有采取任何的避孕措施 比如说你说什么 安全性避孕 虽然它不太安全 但也叫采取了避孕措施 没有采取任何的避孕措施 有正常的性生活 而没有怀孕的 我们就叫不孕症 不孕症又分为原发性的和激发性的 这个分类很好分 原发性的就从来没怀过 激发性的就是曾经怀过 现在怀不上了 是吧 那在临床上更多件的是激发性的不孕症 对吧 原发性的这女性 女的天生就不能怀孕的 还是很少的 对吧 所以在不孕症里面才会说到 诶 导致女性不孕症主要的原因 数量管因素 数量管因素 就是一个典型的激发性不孕 最多件的 原发性不孕 数量管因素很少见 一般都是数量管炎症导致的 对吧 数量管阻塞 那么和排暖障碍 这个排暖障碍呢 有的很多就是导致原发性不孕症 比如说暖潮造症 是吧 多脑暖潮综合症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男性的不孕的一个因素 其实不能叫不孕 男性应该叫不孕 不孕的一个因素 那主要就是经验异常 经验异常 或者是输经障碍 那大家来看到 这就是经验 对吧 那精子都是储存在这个稿丸里面 然后呢 还要通过这个输经管送造 对吧 所以不孕症的检查 这注意了 由于男性查 精子更容易一些 所以呢 在查不孕症的时候 不能说就女人一个人来查 要求男女双方都要来 不能怀孕未必是女人的问题 很多男性都说 我没有事 他认为他只要有正常的性生活 他就没有问题 这是两个概念 能不能有正常的性生活 和你的精子质量是不是合格 这是两个概念 所以查不孕症一定要双方都要来 而且我们一般呢 先查男的 因为男性呢 查精液常规 非常好取标本 基本上是无创的 对吧 所以男性先查 先查精液 正常的精液量 2-6毫升 平均3毫升 PH值7.0-7.8 对吧 精子的密度 20x10的九字犯 上一个精子 精子的活率 大于50% 这是比较好的精子 女性呢 先查暖潮功能 暖潮功能的检查呢 主要是通过性激素 或者是通过笔钞 监测它的排队 以及查性激素 磁云激素的水平 如果说暖潮功能查了没问题 我们就做数量碗的这个噪音 或者是数量碗的通液数 尤其是针对什么样的不云针呢 激发性的不云针 很多女性激发性的不云针 我们一查 哦 双侧数量碗有问题 好一点的是单侧 不好的双侧都有问题 大家来看 这张图就是个非常典型的数量碗造影数 就是我们往弓枪里面打造影机 那么两侧数量碗 如果能流出来 这就显影了 这张图呢就是好的 两侧数量碗都是通的 噪音机都打到盆枪里面去了 对吧 那数量碗造影数呢 除了能 它比数量碗通液数好 数量碗通液数呢 只能知道它通或不通 那只有两侧都不通的 我们才说 它彻底不通了 而如果能推进去 到底是两侧都通 还是左侧通 右侧不通 还是右侧通 左侧不通 我们都没办法整 对吧 那数量碗造影就比较好 我们能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通 是左侧通 右侧都通 还是哪一边通 对吧 通的情况怎么样 对吧 都能看得清楚 如果哪一侧不通呢 我们在这个数量碗造影 往里面推 因为它是邮寄嘛 点造影是邮寄嘛 它还能起到 对数量碗捏捏的 一个治疗作用 治疗作用 第四个就是 弓腔镜 不孕症嘛 如果这个女性 做过状流 或者怎么样 我们要进弓腔 了解一下情况 看有没有子宫肌瘤 是不是 看看子宫弓腔 里面的子宫内膜 有没有受损 有没有捏捏 有没有疤痕 对吧 还有的女性呢 如果是跟数暖管有关 或者是跟暖潮有关的话 还要做腹腔镜 做腹腔镜 比如说盆腔炎症 盆腔炎症 整个形成了一个冰冻骨盆 对吧 那这个数暖管的功能 暖潮也没办法排除暖子 那我们就要通过腹腔镜 进去做分解数 进去做分解数 辅助身体技术 那一般来说 不孕症呢 最简单的治疗方法 如果是女性暖潮功能障碍的话 比如说不能排暖 那我们就醋排暖 前面有很多的病 会导致不孕症的时候 我们都讲到了要醋排暖 比如说无排暖性工学 冬腩暖潮综合症 对吧 那么辅助身的技术呢 它就不是简单的醋排暖了 它是通过技术来帮助我们完成 主要是两个技术考试的时候 一个是人工受精 一个是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技术 什么配子移植技术 什么单细胞注射技术 这些东西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个配头 那什么叫人工受精 你看一下图 你就知道什么叫人工受精了 就是把精子直接打入到工腔里面去 然后呢两遍 那也就意味着精子与男子完成 受精仍然是自然完成的 而且这个受精团 由回到工腔来着窗 也是它自然完成的 对吧 人工受精呢 一般是女性没有问题 男性呢有问题 男性有问题 可以取父亲的精子 如果父亲的精子还有存活 也可以取别人的精子 人工受精 那一定注意了 人工受精是非性行为 非性行为 而在我们历年真体中 考的更多的是 这个 试管婴儿 但是试管婴儿呢 通俗易懂 但是不够高大上 考试的时候 选项里 基本上是这个 体外受精 即胚胎移植 客户里面的缩写 IVF-ET 你好记得就是ET ET外星人的意思是吧 那的确有点像这种 外星人的高科技技术啊 你看啊 暖子完成受精 是人工办法完成的 然后在体外 暖子受精 然后形成胚胎以后 再把这个胚胎 种植回工腔里面去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造 试管婴儿 这一份呢 基本上每年必考的 送大家的一份 我来看看 女星31岁 婚后三年不孕 平时呢 月经规律 这句话的意思 一放就说明 这个女性的暖超功能 没问题 副检呢 未发现有任何的异常 内分泌检查 也都是正常的 对吧 但是 双侧舒暖管阻塞 双侧舒暖管阻塞 就意味了这个女性 没办法自然受精 第二个 这个女性也没办法做 人工受精 因为人工受精 还是在双侧舒暖管里面 而且这个受精暖 油毁到公层上来 也是自然完成的 所以此时问的 适宜的辅助生日技术 是什么 那就是找那个 高大上的那句话嘛 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 就是完婴儿 是吧 别的基本上都是配头 我不是说过了吗 都是配头 别管了 这个基本上标准答案 而且在体干领 一般都会提到这句话 双侧舒暖管阻塞 就是别考虑自然受孕了 醋排暖 也不 它这个暖潮功能是好的嘛 也不要考虑这个人工受精 对吧 好 等我把不孕症辅助生日技术 讲完以后呢 就剩最后一节内容了 计划生育 这张配图很好看吧 很有情趣吧 对吧 这个当节呢 具有中国特色 但是呢 大家也都知道了 中国原来卫生部改名字叫卫纪委 把两个部门合一块了 卫生部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在一起了 本来呢 计划生育呢是中国的百年大计 后来发现 哇塞 中国人现在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 所以现在卫纪委改成了叫卫建委 通过这个名字的修改 你也大概就看出来了 计划生育 快要退出我们国家的历史舞台了 所以独生子女的这几代人 几代 70年尾的 80年的 好多人都是独生子女 叫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了 我们是为这个中国的人口建设和这个生产力飞速提高 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一代人 为什么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特殊贡献的一代人 你想一想吧 上面有四个老人要养 下面又允许你多生孩子 那如果说现在是两个 以后有可能彻底翻开了 对不对 那你想一想中年人就两个 是吧 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两个人要养这么多人 是吧 这个压力的确很大 但是呢 计划生育政策一旦取消以后 有一个问题仍然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就是什么呢 避孕啊避孕 为什么说避孕是我们永恒的主题呢 因为生育是权力 不是义务啊 所以你看啊 国家只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鼓励你生育 但中国不至于再出个政策说每一家必须给我生孩子 如果必须生孩子那就是义务了是吧 所以生育是权力 对吧 我可以选择生我也可以选择不生 对吧 你要想不生 那你在一定的年龄里面 你很容易怀孕 对不对 那你不能总是通过人工流产去种植人生 以前我们国家有计划生育 人工流产基本上都合法的 但实际上呢 在全世界很多国家 非医学目的的人工流产是不合法的 对吧 是不合法的 所以呢 避孕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你要想实现这个权力 想自由选择生育不生育 你就必须要掌握避孕 所谓避孕一定是会扛的 而人工流产呢 以后还是不是说像现在的中国这么容易啊 随便到哪家医院交点钱往哪里躺 做个全麻 这事就算了了 未必了 未必了 现在很多的三家医院 已经取消了 就不做人工流产了 直接就把人往外推了 对吧 生孩子接生都来不及 对吧 谁去做这个事情啊 很多医生都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因为你想嘛 好好的胚胎 由于一些社会因素 什么情感因素 等等等等 一些的原因 你说去终止人生 这事的的确确有点 下不去手啊 所以现在很多三家医院 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拒绝做人工流产书 所以人工流产书都被推到一些 二级医院或者是私人医院去了 对吧 那其实对女性来说 可能没有更好的一个医疗水平的保护 人工流产对女性的子宫伤害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 所以呢 嗯 我也希望哪一天中国呢 这个人工流产不要再这样可以很轻易的去做 对女性伤害太大了 那不要轻易的去做人工流产 那就更要更好的学好 避孕方法的选择 好 我们来看 所以这个章节里面主要是讲避孕 好 第一节工类节育器避孕 第二节啊 载体类激素药物的避孕 还有一些其他的避孕方法 最后一个是避孕方法的执行选择 啊 那我们来看第一节工类节育器 工类节育器呢 现在呢 我们教材里面仍然讲它是主要的避孕方法 为什么呢 是因为由于有计划生育 我国妇女呢 主要的避孕措是选择工类节育器 其实这句话呢 现在呢 嗯 要是与时俱进的去说的话 这句话现在就有问题了 对吧 从我们国家放开二十台政策以后 选择工类节育器避孕的女性 越来越少了 对吧 工类节育器避孕最大的优点就在于 一旦把这个工类节育器放进去以后 妇女自己想随意的停止避孕 是没有办法的 必须要到医院去把它取出来 在以前计划生育很严格的时候 我们说一句话嘛 叫上还容易取还难嘛 是吧 但是现在呢 嗯 工类节育器它的一个原理啊 是 嗯 利用这种堕性金属啊 或者是一些异物 它必定是异物嘛 你看 各种各样的 节育器 放到工内呢 形成一个无菌性的炎症 破坏子宫内膜 啊 干扰我们受精暖来怎么样 着床 你看 杀精毒胚的作用 对吧 所以呢 呃 对女性的这个工腔呢 嗯 有没有损伤呢 是不一定的 有的女性 女性上了工类节育器以后 后来就再也怀不上孕了 所以一般 工类节育器 我们是不会用在 未生育的女性身上 一般都是生育过的 然后呢 长时间不想再怀孕的 特别我们国家以前有生育计划控制的时候 那工类节育器生过一个孩子 或者两个孩子以后 就要求上工类节育器 现在呢 越来越少了啊 所以以后 可能工类节育器 就不会再低大点 对吧 好 我们来看第一种类 那原来我们都说上环嘛 为什么叫上环 就原来第一代都是环形的 现在你看 有V字形的 那最多件的T形的 这都是V字形的 T形的 M环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形状的 对吧 那圆形的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现在最多件的还是T字形的 还带个小尾丝 这样取环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直接夹这个小尾丝 把它拽出来就行了 工类节育器的放置数 适用的人群 没有任何经济症的 健康的 要求放置的 对吧 这是工类节育器的放置的手术的图片 它有这样的一个推进器 对吧 把它放进去以后 它刚开始这个T字是不展开的 是合拢的 你看到没有 是合拢的 然后把它推进去以后 然后把它往前一推 这个小T字就放出来了 然后把这个推进器 拿出来就行了 这是一个推送感 禁忌症 有任何不好 都不能上 有任何不好 都不能上 生殖系统 或全身有 急慢性炎症的 对吧 都不可以 或者说这个女性 月经失调 月经量多的 也不行 工进口松的 对铜过敏的 都不行 工腔过大过小的 也不行 因为那个环有 功能结局有型号的 小号中号大号 对吧 如果太大的 那起不到避孕作用 容易带环认身 对吧 如果太小的放不进去 放置时间 这是我们常考的一个点 月经干净后 三到七点 无性奖 不要有同房 这个时间呢 上缓呢 一般来说是 出血量最少的 人工流产术后 立即放置 自然分娩 42天 恶路干净了 子宫恢复正常了 也可以 破空产时间要长一点 半年 如果哺乳期 要排除早孕的 孕期速缓 来孕期的第三天 就可以放 如果是药物流产 或者是自然流产 都要求转经后 就是两次月经 正常以后 再来放置 来我们来看第一道题 IOD的取出时间 一般选择的大 那不管你是放置时间 还是取出时间 或者说我们是可以 择期的一些 弓腔的整刮时间 一般都选这个时间 月经干净后的 三到七天 后面还有一个词 叫无性角 所以GTT的证据答案是1 放置方法 那刚才在前面 已经讲过了 亏计器 把引导撑开 对吧 然后呢 供颈前把供颈夹住 固定一下供颈的位置 然后把这个推进器送进去 就可以了 然后一推 很简单 术后的注意事项 因为呢 这个工类节育器 有可能会异味 所以呢 定期要来随访 那定期随访呢 做一个X 射线的一个拍摄 看看这个工类节育器在哪 第二个呢 一般上皇以后呢 休息一段时间 三天 两周禁忌 信交和朋友 事后第一年 一三六十二 来做个随访 看有没有调 可有没有异味 那工类节育器现在呢 不同的节育器放置的年限 是不一样的 有的五年 有的是十年 对吧 那随后 每一年 来随访一次 直到你停用 副作用 最多件的副作用 不规则一到六学 主要是表现在 经期 尽量增多 经期延长 一般呢 不需要处理 三到六个月 逐渐恢复 也有的女性 有一些 不适感 比如说腰底腹的酸胀岗 来跃进的时候有 也有的女性 一直跃进量多 那如果一直 就是很多 经期会延长 那我们就建议她 把她换去了 换其他的病患方法 病发症 解育器异胃 解育器前断 断裂 还有呢 解育器下衣 脱落了 对吧 最后一个代气认身 这个是前一段时间 一个梗 说这个小孩 伸出来了手 手上抓了一个 功力解育器 那只是好玩的 我们这个医生 把那个东西放在她手上了 的确有代气认身 甚至于有到足月的 都有 但是她应该知道 孩子怀孕的时候 外面有胎膜嘛 对吧 怎么可能那个环在她手上呢 对吧 是伸出来以后 我们同时顺便 小孩伸出来顺便 把这个功力解育器 也给她取出来了 取出来以后 放在她旁边 摆拍一下 这个地方说 这个抓着避孕器 带着羊膜就出生了 这是一个图片 看一看的 我们来看这道题 女性30岁 女性30岁 G2P1 生过一个孩子了 怀过两次孕了 既往月经规律 月经量少 身体健康 她一定要强调月经量少 因为带还以后呢 就是功力解育器以后 月经量会增多 要求呢 还要长期避孕 那首选的避孕方法 你看到了没有 一般来说 避孕套是作为我们避孕 最好的一个方法 第一呢 对女性没有伤害 第二个呢 正确使用避孕效果能达到100% 第三个呢 又能够同时还能起到一个 繁殖性传播性疾病 对吧 所以你看她的选项里面 没有避孕套 对吧 安全疾病不靠谱 万用杀金剂 长效口服避孕药 副作用特别大 紧急避孕药 我只能偶尔用一次 她的这个激素的量特别大 对女性的内分泌干扰很大 肯定也不用 万用杀金剂 对吧 这种情况下也不符合 一般也不会作为正确答案的 对吧 那这个里面逼着你 选谁呢 崩内结育器 对吧 该办法的主要避孕机制 那我说了嘛 干扰桌床嘛 对吧 所以正确答案是A 对吧 影响受精暖来桌床 它不会阻碍精子与暖子相遇的 阻碍精子与暖子相遇是谁呢 一般是避孕套 避孕套阻碍精子和暖子相遇 什么抑制暖操 如果要排暖了 改变供给黏液 一般是避孕药 避孕药呢 它作用于女性或怀孕的各个环节 对吧 抑制排暖 改变供给黏液 它也会影响受精暖桌床 第二大类 激素类的一个避孕 就是药物避孕 这一块呢 现在呢 是全球应该说 避孕的一个 就是很多女性选择的一个避孕方法 当然呢 这个方法呢 以后可能我们中国的妇女也会选择越来越多 但中国很多妇女呢 有一个 怎么说呢 有一个偏见吧 她认为是药有三分毒 所以很多女性呢 不愿意选择药物避孕 第二个呢 我们推荐的这个避孕药物 基本上都是短孝口服的避孕药物 她每天晚上都要吃 所以有的女性容易出现漏服 觉得很麻烦 所以不愿意选择 她呢 你看 一直排暖 改变宫颈粘液 改变子宫内膜的形态和功能 那不影响出镜瓶来着床吗 改变舒暖管的功能 对吧 避孕药主要是女瘤避孕药 只要是生育年龄的健康妇女 现在呢 我们是认为 就是说 只要你身体健康 基本上是可以选择避孕药物避孕的 你看 嗯 什么人不能吃 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的 有肝生功能问题的 恶性肿瘤的 对吧 哺乳期妇女也不适合 对吧 因为会随乳质 对吧 年龄大于35岁的 也不建议 尤其是吸烟的 吸烟的 严重吸烟的 就不建议你吃了 对吧 常用类型和用法 我就不讲了 为什么呀 因为市场上 避孕药物的种类太多了 嗯 多少也不一样 服药的时间也不一样 所以这一块呢 一般不会考试 那每个女性呢 吃什么样的药物 你就参照她的使用说明书就行了 不良反应和处理 第一 类早晕反应 很多女性有一个 类似于早晕反应 就有恶心呕吐 第二个就是阴道的不规则流血 这一般多见于漏服药物的时候 如果呢 出血量很少 不需要处理 慢慢吃着药就好了 如果出血偏多 晚上呢 加服刺激素 如果出血量多 而且你这个药吃的快 吃完了 比如说20里 你已经吃到十七八粒了 那你就索性停药 把它当做一次 这个吃药后出血 来自预济来潮 再从你来潮后的第四天 再吃第二个周期的药物 那有的女性吃药吃药吃出了什么呢 毕竟 有的呢 体重增加 皮肤会出现这种色素沉着 停药以后慢慢也就没有了 对吧 那你看啊 就这些不良反应 就会吓得很多女性不会选择 其实现在很多的病药物啊 剂量呢 基本上天然的雌云激素啊 而且呢 嗯 它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和保护暖潮的作用 保护暖潮的作用 其实现在的病药物 嗯 怎么说呢 你看我们在前面公学那儿 痛经 对吧 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对调整月经周期 都有很好的帮助 然后抑制排暖 对暖潮又是一个很好的怎么样 保护作用 也未必是大家想象中的啊 有有害无疑啊 第三个呢 就是屏障避孕 这一块呢 嗯 很奇怪啊 我们今年19年的教材里面呢 没有 没有呢 我这一块把它加进来了 因为它是最佳的避孕方法 对吧 考试的时候 它经常作为正确答案存在 对吧 难用避孕套 迎经套 最佳的避孕方法 正确使用避孕率是非常高的啊 那避孕套呢 还能起到一个防止性病的一个作用 防止性病的一个作用 你看 它就是能阻碍 暖子与精子怎么样 相遇啊 男子与精子相遇 其他的避孕方法 这些方法呢 就 基本上不太可能作为正确答案存在啊 第一个 紧急避孕 就是刚才讲到的 紧急避孕药物 这种药物 剂量大 副作用大 所以不能 常规吃 它会导致女性的月经周期紊乱 有的严重的 甚至于导致这个内肺泌的轴出现问题 对吧 它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于 性行为之后吃啊 所以无保护性的性行为 或者是避孕失败后 它可以防止这种非意愿性的人生的发生 作为一个补救 这种药物呢 嗯 叫孕停 对吧 那一般来说说是性行为之后的 72小时以内都有这个效果 但是我告诉大家 千万别等 那72小时 越早吃 效果越好 越早吃 避孕效果也好 可没人向你保证 紧急避孕一定能避孕 有的时候还是会怀孕的 但一旦怀孕了 这个孩子是绝对不能要的 里面还有打击两个雌激素 对吧 嗯 我们前面讲过 雌激素对胎儿有非常明确的致季作用 所以这种紧急避孕 万一怀上了这个孩子也是不能要的 也是不能要的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第一尽量别吃 如果真的万一出现问题了 一定要尽早吃 不要真的说 突过24小时48小时以后再吃 那就不太可靠了 第二个呢 就是自然避孕 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安全期避孕 安全期避孕呢 非常好 第一 对女性没有伤害 第二 对男性没有伤害 没有任何 也不要吃药 不要带避孕套 它就是算安全期 对吧 排暖前后 避开 对吧 但安全期避孕就一个缺点 也是一个致命的缺点 对吧 不安全 不安全 避孕效果不可靠 只适用于什么人呢 只适用于我个人认为 是用于已婚的 想要也行 不要也行 那可以用 要不然的话 不行 不宜推广 所以它也不会作为正确答案 剩下来的也是 不会作为正确答案存在 我就不讲了 对吧 这张图呢 基本上把所有的避孕方法都搞齐了 那可服避孕药物 对吧 这个里面还有这个 有一些缓释的 对吧 缓释的 通过注射的方法 或者皮肤贴片的方法 这是宫内解育器 对吧 这个里面男用的银筋套 女用的银刀纵隔 对吧 还有皮下麦之子 好 如果避孕失败 真的怀孕了 你又不想要这个孩子 那我们就要通过人工流产 来终止妊娠 人工流产终止妊娠呢 两大块 一块是手术 一块是药物 药物呢 就适用于最早的时候 49天以内的 也就是7周以内的 因为越早 瘦筋暖 桌床的越不稳定 那越有可能怎么样 就是 能够把它怎么样 终止妊娠 一般呢 使用的是米菲斯桶 米菲斯桶 那 现在呢 我们这种药物流产呢 基本上都是口服药物 都是口服药物 所以妊娠巨兔 是绝对不行的 吃什么 吐什么 那哪行呢 第二大类呢 就是手术流产 主要两个 一个费压性引数 一个前刮数 费压性引数 10周以内的 前刮数呢 10到14周 现在在临床上 也不会搞到那么迟 不会搞到那么迟 一般来说 13 4周 12周以上 那可能就要引产了 因为这个功枪比较大了 桌床也比较严实了 你想把它搞出来 也不太容易了 那一般都利用药物引产了 为了让大家尽量不要去做 那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图 吸功数 吸功数 利用负压 吸引 把里面的东西吸出来 所以一般胚胎都是比较小的 你看到没有 对吧 这种呢 对弓腔的损伤呢 相对要小一点 因为那个子宫内膜 必定是吸出来的 对吧 吸出来的 一定要把它吸干净 一般对肌底膜的伤害要小一些 对吧 前刮数就不一样了 对吧 先用有齿钱进去 把这个胎儿 夹到胎儿或者是人生物 把大部分的组织 给它夹取出来 对吧 夹取出来 夹完了以后呢 挂 用金属挂勺进去呢 再把弓腔整个骚挂一边 这个损伤就比较大 所以现在前刮数做的很少 手术流产呢 就会有并发症 最严重的并发症呢 就是子宫穿孔 子宫穿孔 操作者有无敌感 所以诊断很容易 一般我们呢 你看这张图 我们一般呢 在做人工流产之前呢 都会用探针去探一下公底 有的那个女性子宫特别软 而且你看到没有 子宫都是有一个弧度的 对吧 要不然前卫 要不然后卫 但是探针干板来的时候是指的 所以你看有经验的 都知道把这个探针掰弯 然后往里面塞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顺着这个子宫的这个 区位的弧度 有的是朝前的 有的是朝后的 如果说这个女性碰巧 是个后卫子宫 你看这就是一个后卫子宫 结果呢 你还是把这个弧度朝前 就有可能把这个子宫给它戳穿了 对吧 探针 探什么呢 探功底深度的 探功底深度的 结果你都探不到了 对吧 无敌感 那就麻烦了 立即停止手术 这种病人要住院的 对吧 出血量不多的 那跟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 晚期肠后出血 对吧 破腹产伤口愈合不良 一样的处理 出血不多的 保守质量 对吧 用所功素抗热素预防感染 一定要留院观察 对吧 出血量多的 就要破腹探查 对吧 破腹探查了 第三个呢是 手术流产呢 比较特殊的一个反应 叫人工流产综合反应 手术过程中 这个女性出生 心律不齐 面色苍白 血压下降 对吧 那有个同学一看说 哇 适血型休克 不是的啊 它是扩张宫颈的时候啊 就是女性的宫颈 扩张宫颈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 扩宫期啊 0号1号2号 对吧 那这是按着顺序扩呢 一般就女性的感受好很多 有的医生呢 先麻烦 就直接拿大号的去扩 这样粗暴的对待宫颈 就容易兴奋 鼻走神经 导致这种人工流产的综合反应 它的处理呢 立即停止手术 然后呢 严重的推一点阿托品 基本上就解决了 吸工不全是比较常见的 感染也是比较常见的 大初选 一般多见于这个子宫软 对吧 所以有输液被选嘛 最后 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 对吧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还真考过啊 一般来说 避孕套作为我们的首选 看到了吧 对吧 特别是不如期 最佳的避孕方法 对吧 我们在前面讲那个 葡萄胎的时候也讲过 避孕套作为首选 对吧 新婚期妇女呢 妇方短孝口服避孕药 列为首选 怕她不会用避孕套 怕她不会用避孕套 或者说 不舒服 不舒服 对吧 所以一般选择妇方 短孝避孕药物 别的就不作为强调了 那我们来看这道题 2018年的 基本计划生育每一年都会考 女性31岁 而且送粉体 G3PE 怀孕三次 生了一个小孩 有破公产病史 50天的时候 做人工流产的肥压性运术 树中发现 胸闷 大汗淋漓 对吧 脉搏49次 脉搏掉下来了 血压9060 面色苍白 那首先考虑的 你只要看到面色苍白 大汗淋漓 那就是兴奋了米走神经所致的 人工流产 综合反应 所以计划生育 你都是在我眼里都是 避考题送分题 而且每年最少两分 再来看第二个 35岁 G6PE 这女 这女的太厉害了 对吧 生了一个孩子 怀了六次对吧 那说明那另外五次都做了人工流产 是不是 月经量增多 那月经量一多 那就肯定不能上公内结育次了 对吧 经期和周期还好正常 子宫前卫 饱满活动差 无丫筒 推荐该患者最佳的避孕方法 首先看一下有没有避孕套 那有避孕套 那避孕套一定是最佳的 只要有避孕套 避孕套一定是最佳的 要是没有避孕套的话 那我们 反正工内结育器 是肯定不能上的 因为它尽量怎么样 增多 尽量增多 好 到这儿 每一年 计划生育都有两分 送分题 到这儿呢 我们就将我们后面的子宫脱锤 不孕症 计划生育在一起做个总结 子宫脱锤呢 其实每一年考的都还蛮简单的 一般都考的老年女性 那治疗就切子宫了 分度要注意一下 二度考的比较多 分轻和重 不孕症的诊断 辅助生育技术 基本上也是送分的 总会告诉你双侧数量管阻塞 那就选 事关婴儿 对吧 叫体外受精及胚胎移植技术 对吧 第三个 避孕方法的选择 这个更重要啊 因为在我们国家 对吧 计划生育马上就要 就要没有了 所以避孕方法的选择 我们考到的更多 如果真的要做人工流产的话 一个是时间上面的选择 第二个就是人工流产的 不良的一些病发症 大家要掌握一下 好 到这儿呢 我们的计划生育 我们的整个的 复产课的教学呢 基础课的内容 就全部完成了啊 我们终于上完课了 那最后呢 有两件事交代一下啊 第一件事呢 就是我们的产科和复科 这儿我要强调一下 产科一定要重视运重 复科一定要重视年龄 对吧 第二个呢就是 因为这是基础课 我们的题目量并不大啊 后期我希望同学们 要跟着你们的辅导老师 就是我们各个机构的辅导老师 或者机构的安排 系统的按按我们的章节啊 不要混在一起做 你现在还不具备这个能力 一定要按章节来做啊 分一块一块的来做 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呢 你反馈到我们总部来啊 江老师呢会从直播课呢 给大家进行汇集啊 尽量收集大家的东西 我们在后期抽刺课 或者是直播课进行调整啊 来解决大家的不缺不差问题啊 嗯 这么多天的一个学习下来 大家也很辛苦啊 江老师在这儿 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谢啊 非常感谢大家 陪伴我学习到现在 谢谢大家